演唱愛 初音班上的同學 特地到錄影現場熱情相挺 卻也讓她因此倍感壓力 因為明天會 全班同學都會來自私 我 我很怕令他們很失望 我不想跟他們回去了 你還記得嗎 記憶裡點眼下 散落在風中的一圈 和漩滑的都已下壓 沒接過的話 為完全的牽掛 我們學會許多手把來 掩飾不碰的想法 因為我會想起你 我害怕面對自己 我的一句 總被寂寞吞噬 因為你總會提醒 過去總不會過去 有種真愛不是我的 阿蓋 沒接過的話 為完全的牽掛 我們學會許多說法 來掩飾不同的傷悶 因為我會想起你 我害怕面對自己 我的意志 總被寂寞掩飾 因為你總會提醒 過去總不會過去 有種真愛 不是我的愛 謝謝 這演唱會結束了嗎 大家喊 讓他們叫一叫 因為他們等夠久 辛苦了所有同學 在這邊首先就要請我們建寧老師來講評 我先從柯冰開始說起 其實歌唱的技術 常常我們說存款 後面好多好多零 可是這邊有個一是健康 我覺得歌唱也是 你的技術你多一刻就是一個零 多一個零 可是你那個感情面第一個一沒有拿到 你後面再多零都沒有用 就是你唱得再賣力 其實我們都 catch不到 那至於常嘉寧我覺得 今天這個選歌我覺得有一點小問題 因為真的這個有點太大了 所以對你來說有點小孩開大車 所以下次再選歌我覺得 你可以再不要那麼貪心一點 再回來一點點 那至於楚音呢 反而是三個裡面我最有驚喜的 因為你的聲音配上 這首歌曲是很奇妙 因為你聲音很甜 然後你的唱腔 你的咬翅有個很奇怪的味道 所以像莫文衛唱《愛》 我覺得它感覺是灰色的 陰暗的 可是你的 讓它變成彩色的 有點粉紅色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就是說 這個愛它有一個新的詮釋的方式 但好不好我不知道 可是它至少有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能真的找到歌路的話 我覺得你會 倒是會在歌壇上有一個新的位置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老師是很專業 真的不是講給你們爽的啦 老師是很認真的在評判 馬上就來看看三位的分數啦 首先是常嘉寧請評審按燈 常嘉寧演唱 韓國美聲團體林家王子 和聲創意堪稱專業 馬上就來看看三位的分數啦 首先是常嘉寧請評審按燈 常嘉寧演唱 聽你聽我得到的分數是 十六分 對不起 建寧老師請問你按幾分 三個 所以應該是十七分 好 接下來是陳柯彬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陳柯彬的演唱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得到的分數是十九分 好 接下來是彭楚衣請評審按燈 彭楚衣演唱得到的分數是 十二二十分 好 所以今天是選歌的問題啦 對不對 選錯歌就好像我們去買鞋子 不合耶 把它踢掉再去選別的就好了 壓力不要太大好不好 你才十一歲還要再長高 還要發育的好不好 好 OK 再次分享謝謝三位 常嘉寧要休息一下啦 謝謝 高高想像 沒有做太 沒有問題 你唱了一點問題 對 對 馬上我們再抽出下一個